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 扮求均爭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萬多天色保守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香港是我家 香港是我家 不容毀壞他 不容毀壞他 這個位置是不准投票 立即離開 麻煩 喂 我 可以給我 謝謝 你們已經騷擾在後面休息的巴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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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動,我們不要動 幸福 嬰兒阿 occupation 我們剛才是用一個和平的方式 我們要告訴上次他們對著鏡頭說 說不懂得香港法例的新移民 中國人大媽聽 香港其實有些法例 他們是違反的 包括他們是收取一些的價錢去賣場 他們是有違公德 他們阻街 他們用噪音去滋擾當地的市民 所以我們認為香港的市民 如果不想再有我們香港的文化 一步一步被蠶食的話 我們絕對需要走出來 去捍衛我們的地方 第三節碑利晚報我身邊就是 學生獨立聯盟的召集人陳家渠 這節我們當然要講講那些神真鬼厭 或者有些人說是代表基層娛樂的大媽 講開這個大媽 當然是由薩塞街開始蔓延到全港十八區 初初我們都說薩塞街 都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比如我和亨利很支持 因為行人專領區已經失去了原意 不是比行人更方便去走 而是變成一些人 堵塞整個地方 然後就藏污立舊 初初變成藝術表演都可以 有些人就發表政論 有些人就是藝術表演 後來都完全變成側 一些人都會反對 因為裡面有很多老鼠屎 而令到一些可以發表言論的地方都沒有了 都是有不同的爭論 不過最大看到的事實就是 因為區議會政府你沒有遠見 你殺了街之後的人都知道 那大媽不會消失的 那條是財路 他這裡不賺錢就去別處賺 不在旺角菜街站就去尖沙咀天星碼頭 走去銅羅環東角度 可以走去很多不同地方 或者回到屯門公園十八區 很多地方他都可以做這些勾當 或者表演他的基層的藝術 我首先問一下家驅 8月11日那天就 網上呼籲了些人去 踩場也好示威他也好 因為事源就是之前 有跟我們祝賈和尚的天佑 文龍甚至王國士的卡卡 在尖沙咀想拍攝的情況 受到大媽不禮貌的對待 大媽反而知道 你怎麼錯罵我 我唱歌都沒有犯法 我沒有犯法 我新移民我不懂法律 你不是中國人 類似這些言論 就挑起了大家很多的憤恨 因為本身你這群人是神真鬼厭 由王國菜街已經串捉幾年 見到你不是覺得你噁心 就想見你前面 就想打獲你後面 於是就8月11日 最殊那天紅啤 你剛剛就不在香港 很多人都在受你網上的號召 當然要問回當晚情況之前 你自己本身怎麼看 在王國殺蔡佳這件事 是否應該殺 例如公民黨余德寶提出 應該發牌 就不要一刀切殺佳 在網上蘋果日報的留言 然後九成九都是罵他 你自己怎麼看 在殺佳這件事 首先我講 我很小時候 就跟爸爸在王國不同的劏房 不同的地方租堂樓住 我最大的娛樂當時就是走生日菜街 即是喜歡聽嗎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沒有表演 那時候我2003年開始就住那個地方 當時覺得生日菜街很漂亮 因為你看上去頂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招牌 有很多的特色的店 其實是代表香港很多的文化 旺角這個地方 是最令人去逗留的 就是生日菜街 那慢慢 我在那裡住了久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 我記得是很氣涼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生日菜街那裡做表演 那開始的時候 除了很氣涼 還有一些花式足球表演 其實是慢慢 就是他們表演的時候 開始是被警察阻撓的 也有很多市民去說 他表演得那麼好 你為什麼要阻撓他 還有就看回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區域 其實是給一些藝術人士去表演 去宣揚當地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 大媽我想是2014年後 慢慢陸佔去不同的地方出現 一開始他們就在屯門公園那裡去擺檔 之後就慢慢伸延去不同的旺區賺錢 其實我是很憤怒的 看到他們去佔領了生日菜街的時候 我是絕對支持生日菜街 其實應該是給香港人去發展我們的文化 就算有些外國遊客也好 其實他們去扁都沒有問題 但不是一個真的商業 給你去大媽唱歌賺錢的地方 其實當時我見到 我認識很多的藝術人士 他們本身打算在屯門街街表演也好 慢慢敵不過大媽 他們大媽會用很高的聲浪 然後有很強勢的廣白支持者 去逼一下逼一下 搞到整條賽街都走不了 即是怎樣去趕人走呢 我播音樂他很大聲 就算你表演都不聲其煩好煩要 或者他拜的地方越來越大 然後又對你粗言粗語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聽回來 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一些 疑似黑社會人士 即是粗粗魯魯的家宿 我不肯定什麼人 他們首先會放一些物資 在街上下午的時間 如果你動到物資 他就會用粗口罵你 叫你不要搞些事情 之後當你站得很近的時候 他就慢慢找一些 他放好他的音效的時候 就慢慢推開你 或者他站在你旁邊 用一些很高的聲浪 煩到你要走 任波供 沒錯 所以這個大媽受人討厭的地方 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看到經文聯 民建聯他們一群 如果要那群西蘭賽街的商戶 如果要做到生意的話 就殺街 那條街沒有人走回 其實是很錯的決定 因為西蘭賽街 如果是純粹給一些本地人 或者不是大媽式的賺錢式的表演 或者是高聲浪表演 其實是反而增加了 西蘭賽街附近的商鋪 一些人流 但是他們當然沒有什麼 我覺得他們沒有什麼政治 或者沒有什麼商業的智慧 亦都不相信他們經常會走西蘭賽街 那群議員 所以他們完全不知道 走旁邊的街比較多 加個電話費 我想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商戶需要什麼 所以就殺街 搞定了他 只是就著西蘭賽街去說 我相信當地的商店 其實他們會有一段時間 少了一些年輕人去經過 大家可能要找個時間 去適應當地的人流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些大媽 其實他們 剛才你也說 他們不去西蘭賽街表演 其實就會走去不同的地方 天星碼頭 我想他們一開始殺街 第一晚已經說 我們一定會找個地方去 其中一個就是天星碼頭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是留意到 好像未來會有很大問題 這樣 終於去到天星碼頭 由初初幾個網民 去到你們 譬如學生獨立聯盟 去網上的呼籲 其實那晚8月11號 那晚可不可以說回過程 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新聞 就看到大媽就敗走 然後被警察互信上警車 第二個週末已經不見這些大媽 帶檔 其實由當天 8月11號那天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首先都要藉著這個機會 多謝所有上網支持 或者行動上支持的所有香港人 支持我們這個光復天色碼頭的行動 沒有你們的支持 其實我們都會很擔心行動會不會成功 其次就是 其實都要多謝 開頭去和大媽對抗的先頭部隊 除了我們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人 他一開始就是上網 去說 不如試用不同的方法 去趕走那些大媽 其實我們不是第一個去說的 但是那些人令我們知道了 原來大家都有這個決心 我們才會去做 都說回其實就是 為什麼會搞光復天色碼頭的行動呢 就是看到旺角旺角市 和一群朋友 其實他們都只是想去拍攝 這個天色碼頭 究竟被大媽騷擾成怎樣 當他們拍攝的時候 其實大媽就用他們慣常用的技能 就是誣別人去偷拍他 非禮他 用一些性罪行 他誣誣他 即是當個個盲嗎 沒錯 平時他收開錢 可能是有這樣的行動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挺令我氣憤 我看一些片段 就是原來警察 他收到投訴的時候 會立即幫大媽 壓制著這個拍攝者 然後查了身份證 就說他是不是拍人裙底 你有沒有騷擾到這些大媽 其實令我覺得 究竟我們香港人 都只是去看我們那個很喜歡的景點 他怎樣被一些外流人士騷擾 做一個拍攝的紀錄 即是反而是真正騷擾人的那些沒有事 那些想拍攝騷擾實況的人 反而被警察去鬥 沒錯 其實這個另外是好氣憤的 亦都是開始去認真去想 究竟有沒有方法可以驅降到這些大媽 那我就跟一班成員去不斷去想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那也都上網有不同的post 看到就做得很漂亮 他們就邀約大家去星期六 就可能有些活動 那其實我跟我的成員想的時候 也都有一些群組裡面發佈了這些消息 就說我會去做這件事 那有很多人去發了一些提議給我 他就用不同的攻擊 光線攻擊 或者是陰波攻擊 跟他鬥狀 尋發施指敲 又或者有不同的策略 即是有人說 不如試一下全民帶掃取 在他們的表演地方掃地 抹地 有不同方式的 但是我就這樣想 其實如果我們要做的話 一定要做彻底 而且一定要是拿到全民的掌聲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去搞這件事 然後再次讓本土派蒙上一個污名的話 我們不是我想見到的事 即是我們不是用爛仔的方式 而是用文明的方法去驅趕這些 神真鬼厭之妖入事的大媽團 沒錯 因為我看到是個契機 其實不只是抗爭者會討厭這對大媽 你看到TVB有些片段 他就說 我唱歌而已 你哪裏吵 是 其實我們看到 全個社會 都是對這些事件很討厭 但是沒有人敢出聲 我們很希望 不如試一下做一次 一件事 令到其他人覺得 對本土派對港獨的分子 是零眼相看的 所以我們排除了很多方式 那天晚上開了一整晚會 去了一個朋友家 去想究竟哪些策略可以 哪些策略不行 最後用回一個 我們開頭很大膽假設的行動 就是我們說 其實他們的表演是很污衛的 給了錢之後可以摸手 摸屁股 這些我們之前也拍過 不如我們把這些污衛的東西 封住 不要被人看到 我們封住它 又不是犯法 打格仔 是嗎 真的 封住它 又沒有犯法 我們可以保持 天星碼頭的觀感程度 最多是他們的聲線 我們暫時未處理到 但他們相信沒有觀衆地 他們都不可以賺到錢 我們用回這個想法 其實也有想過很多 不同的方式 怎樣去拿格仔出來 可能拿一塊很大的布 拿來陸運去對著它 好像有大Banner 最後就是整班我們成員 都說回很多成員 就是來自八大的學院 他們都很鬼馬的 很多的idea 最後我們整班一起找到 不如拿個架去做一個Banner 亦都是有些朋友 通宵幫我去找 究竟有甚麼法例 我們一說的話 其實是重點的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 好像上次 旺角人問的事 只是去做拍攝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去阻止他們去表演的話 其實不足夠 因為警察最後 可能都是幫了他們 他們只是報警 這個由蔡佳這幾年 都是說 為甚麼人這麼憤慨 其中一個原因 真的有噪音 爆毀 趕走其他表演者 騷擾滋擾的人 你不執法 反而那些正正常上 Mr Wally的執法 提出那些大媽有問題 你就去搞那些提出問題的人 以為就解決了問題 執法不公多其中一個 市民憤慨的原因 就是這幾年 你累積了 沒錯 以前蔡佳也有人試過 驅趕大媽 但不成功 因為是警察去保護他們 剛才提到 Mr Wally 甚至是以前 在佔領區唱歌的人 叫響招纳人士 都被人說他是狠黑的 去趕走他 我們就是要做到一件事 要阻隔大媽表演之外 還要是警察 看到我們的訴求 就是要求他執法 一事同仁要 沒錯 要他去驅趕這些 劣質的大媽 他們的表演 所以就有 整晚我們整班成員在那裡談 究竟有什麼法例 可以立即去apply 逐條寫出來 其實都很浪費時間 因為大家不是法律系畢業 不清楚哪些是條例 有些條例是警察 就是執法者自己看的 執法者自己用的執行條例 有些就是那個人犯的條例 所以我們不懂的地方 要去學 所以搞了一段時間 才能出圖 才能肯定我們的行動 是 到了後來 當晚 我看到大媽 有人說敗戰 其實當晚 最激烈的情況 是怎樣 當晚 又順不順利 其實一開始 到後來 其實都算是很順利 我現在不斷地看Sowrack的片段 去檢視我們有什麼可以進步的地方 首先唯一最遺憾 也是我想在這裡說一聲不好意思的 就是有一群對於我們很支持的人士 他神早已去到五芝奇江那裡 去等我們的行動 去之前呢 其實就被警察去搜查他們的袋子 還有查身份證 首先我提醒一下 警察如果查身份證 你絕對是需要問他 因為他懷疑你什麼條例 然後他告訴你 你才給他身份證 因為他需要對你有合理的懷疑 才去查你身份證 不是亂查的 我看到有些心酸 其實有些人為我去支援我 都付出了一些不同的代價 其實當時我們已經很早在一個地方 躲起來去設定好我們的架 也是在等待著 我們不同的大媽有沒有出現 以及我們要在哪個位置去執行 其實當時也有很多變數 我們都要看著情況去做 但是當我們到五芝奇江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去到那一刻 其實我不是真的在想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如果決定了 要去驅趕大媽的話 我們決定了我們自己的計劃的話 就不要想那麼多變數 讓他們影響自己的思維 去到五芝奇江 我剛剛好7.1左右 那個時間 我們就立即舉起了 我們那兩塊Banner 那兩塊Banner 大概米9左右的高度 加起來三四米 兩個平賣的長度 拿出一個Banner 其實是挺震撼的 其實那次真的是第一次舉起 整塊Banner 我看到挺震撼的 而且立即可以吸引到 想支援這個事件的人士 去參加我們的行動 也是很搞笑地 不知道為什麼 我說明有這個天星行動 那些大媽也是很肆無忌憚地 繼續走出來 其實是 沒怕過 之前那時候 有什麼本土力量 三分仙那些為我 都完全沒事 這些 幾年前都不怕 現在怕你 沒錯 你看到就是他們 可能這些大媽 受警察的保護手太多了 他們已經覺得很舒適地 可以繼續在賺錢 不會受到什麼影響 也看到一些片段 就是警察驅趕他們 就是一開始跟他們說 有人搞事的時候 他們都是很溫柔地 跟那些大媽去說 有些 正一可能有人搞事 你盡量細小一點 小心一點 就是好像是安撫他們 保護他們 當我們去到這個 就是看到 那些大媽真的不去離開 那我們當然是做回 我們正常的行動 當那個Banner去封住他們的表演的時候 其實那個 我記得支持大媽的那個阿伯 他是 說了一句話 我聽不明白 好像是普通話還是什麼話 他好像是覺得我們在支持他 他也是表笑 他好像是不怕還是什麼 他很亢奮那一刻 我看到他的情緒 他看到大媽本身也很興奮 是啊 沒錯 因為看片段也是 跳舞跳成整個下午 可能他當時都迷迷糊糊 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直至我們真的跟他說 解釋 你現在是違規什麼法 我們要求警察執法 他們才知道 原來是我們要趕他走 我不知道他們的理解能力去到哪裡 我想他們都沒有想過 我們會用類似的方式去趕他走 其實當中有些推撞 警察都不斷地對著我 就很生氣 就說 行了行了 我們趕他走 但是在我身邊的不同的支持者 我都最後跟我說 他們是被一些歪帽去推撞 即是批爭 或者是推他們 也都是 當時我察覺不到 也都是警察一貫伎倆 就是我大一個安撫著他 其他一些就濕他幾拳 所以我真的要鄭重 多謝出來幫我的支援人士 其實那些大媽 我想他們都是大陸人心態 他們本身賺錢 還有賺了這麼多年 他們覺得是合法 覺得是沒問題 而且你斷了米爐 不合法也要做 沒錯 有這麼多錢賺 一首歌賺是幾百元 沒錯 他們都說 他們靠這個吃飯 那不做這個做什麼呢 所以他們開頭的時候 是很不願意 覺得沒問題 那是你們搞事 拘捕他們 趕我走 也都證實了我們的策略 其實是都適當 一來救人多 因為我們 真的想用光復這個字眼 光復這個字眼就是 我們香港是被人侵略著 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保衛香港人專屬的地方 所以光復這個字眼 我覺得是用得適當的 也都是有些人跟我說 是感動到他們出來 因為我夠膽用這個字眼 那些大媽 開頭不想走的時候 其實我身邊的人士 不斷激動去罵他們 其實大媽都沒什麼所謂 他覺得自己受到警察保護 但其中有一個朋友 很搞笑地 她說大媽 做雞回布蘭街 然後大媽就很激動 誰做雞的 我不是做雞 她的做雞都不收 我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做雞的字眼 會對她這麼大的影響力 或者你挑起別人年輕時的苦惡 那些幾億 是 就是那一下 令到大媽情緒激動 崩潰想衝過來 你可以看回Solright的片段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衝突 其實不大衝突 因為我盡量都想 用最有效的方式 我經常說 我們是港獨的支持者 但我們不一定用武力去解決我們的事件 我只會取武力和和平之間 只會取一些有效的方法 當然我不排除當日有衝突的事件 我不排除 也有想過後備方案 但我會盡量做好當日的本分 我看到好像挺順利 很快大媽就敗走 是啊 這個是我預計不到的 我預計就是 可能她走完之後 有第二檔在遠處開 或者會有其他的黑社會 會走出來和我們碰撞 我估不到其實都很快可以清理到 最大的安慰就是 其實我們這些新聞 可以傳到回去 在裡面一些意識 他們可以看報紙 或者信件裡面知道 原來外面還有人在抗爭 還有我們可以成功驅趕到一些 我們不喜歡的大媽 這是我最大的安慰 不過我就這樣想 可能大媽也會賺錢 結果沒有人賺錢 她就離開 又要免費赤數 當然了 之後會有些後續 為何偏偏要講大媽 別人唱歌不行 下一節除了講港獨問題 也要多問一點點 喂 你們是否純粹大媽 樣子衰 跳舞 唱這些所謂舊歌難聽 在那裡勾唱 都不是勾叫 不是唱歌 有些人說挺好聽 就要一兩檔 跳舞 惡忍特 你才趕人走 別人都有她自由 有沒有搞錯 這些回應 或者之後的後續 我們下一節就繼續去談